今天,我为大家介绍一个简单的联盟营销技巧。 那就是通过邮件营销的方法推广热门软件,并获得每单50%的佣金提成。 联盟营销商品的推广方法有很多种,而最简单的方法就是以电子邮件的形式,向潜在客户发送带有推广链接的营销邮件。 当某个用户打开了这封邮件,并点击了你的推广链接,就会有机会为你带来一个订单。 如果你经常使用YouTube,或者拥有一个频道,就会经常看到一种带有自动翻译功能的视频。 YouTube会根据IP地址定位你所在的国家,并把特定的视频翻译成你熟悉的语言。 这就是YouTube的多语言功能。 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如果你的频道以英文为主,你的观众群体就会局限在英文为主的国家。 统计显示,英文频道的用户比例仅占YouTube用户总量的25%。 如果你想要世界各地的用户都看到你的视频,就需要在YouTube后台手动添加多种语言的字幕、标题、关键字。 尽管这是一个费时费力的工作,却可以为你的频道带来更多的观看量和订阅。 因为,每个YouTuber都希望自己的频道被更多的人观看,并获得更多的收入。 为了帮助YouTuber以最简单的方法把视频批量翻译成多国语言。 来自美国的软件工程师AuliG开发了一个名为LingoBlaster的软件。 最新版的LingoBlaster 2.0是一个YouTube自动化辅助翻译工具。 可以帮助YouTuber一键添加多语言字幕、标题、关键字,以及SEO优化和外链建设功能。 这个软件可以用最简单的方法帮助YouTuber快速把视频批量翻译为多国语言,并大幅提升视频的观看量、排名。 作为一个频道管理者,有了这个软件,我们就可以大幅提高工作效率,并把手动添加字幕、标题、翻译、优化的任务交给LingoBlaster处理。 LingoBlaster 2.0的售价是37美元,并通过Javezo平台进行推广,佣金比例为50%。 软件类联盟营销平台有很多种,而最适合新手推广的网站就是Javezo。 作为知名的联盟营销网站,Javezo的注册和收款过程是非常简单的。 而且大部分软件的佣金在50%以上。 无论你来自哪个国家,都可以通过这个网站推广数以千计的软件赚钱。 作为一个推广者,我们今天的任务就是把LingoBlaster推荐给各个YouTube频道管理者,并获得每单20美元的佣金提成。 大家好,小微为你带来2022年最新网络赚钱方法和技巧,欢迎大家点赞、订阅,并打开提醒小铃铛,这样,你就不会错过每个赚钱机会了。 第一步,注册一个Javezo账号。 打开Javezo的官方网站,点击注册,分别填写你的姓名、邮箱、密码、国家。 然后点击注册按钮,就可以成功开通一个账号了。 完成验证流程,你还需要设置一下收款方式。 我建议大家使用Payoneer派安营收款,因为Payoneer可以快速地把你的佣金提现到任意国家的银行卡,手续费也是非常低的。 如果你还没有一个Payoneer账号,可以点击视频下方教程学习如何注册并绑定银行卡。 如果你已经有一个账号,点击关联账号按钮,就可以成功添加收款方式了。 第二步,获得LingoBlaster的推广链接。 登录到Javezo的后台页面,点击左侧Affiliate,Find Product选项,然后搜索LingoBlaster关键字,就可以找到这个商品。 再申请信息一栏,填写I'm an experienced marketer,I will help you prompt LingoBlaster to YouTubers。 然后点击申请按钮,一般在24小时内就会获得一个推广链接。 有了推广链接,我们就可以开始推广这个软件了。 首先,我们需要快速找到有需要的人群。 LingoBlaster是针对YouTuber的一款软件。 所以,我们需要获得一些使用单一语言的频道,并获得频道主的电子邮件。 打开YouTube,在美食频道一栏,进入一个名为The Food Ranger的频道。 这个频道的主要内容是分享世界各地美食。 频道的语言是英文,作者是Trevor James。 该频道拥有500万以上的粉丝,而且频道的内容适合世界各地的观众观看。 点击频道介绍页面,我们就可以获得Trevor James的电子邮件、博客地址、脸书、Instagram账号。 有了电子邮件和社交媒体账号,我们就可以向这位YouTuber推荐LingoBlaster软件了。 我们首先应该制作一篇用于营销的邮件。 标题和内容可以是以下文字。 主要内容是向英文频道为主的YouTuber介绍LingoBlaster的使用方法,以及使用多种语言的好处。 并在最下方添加一行引导性文字,例如Click here to get it today,然后加上自己的推广链接。 如果这位YouTuber想要获得更多的流量和粉丝,就会对这个软件感兴趣,并有机会购买LingoBlaster。 按照这个方法,获得多个YouTube频道的电子邮件地址,并发送营销邮件内容给这些YouTuber,就有机会获得每单20美元左右的佣金收入。 考虑到很多频道没有留下电子邮件地址,你也可以添加这些频道主的社交媒体平台账号,并以发送信息的方法向这些YouTuber推荐LingoBlaster。 除了以上方法,你还可以使用免费广告平台Herculeist,把电子邮件发送给1000个随机Herculeist用户。 如果这些用户群体中有人在运营YouTube频道,就会有机会购买LingoBlaster软件。 按照今天的营销模式,你还可以销售任何和YouTube运营相关的软件和服务。 例如Fiverr的YouTube运营、涨粉、推广服务,以及各种视频制作、剪辑软件联盟营销项目。 我已经在之前的节目里讲解过相关的推广技巧,感兴趣的同学可以点击下方视频链接观看。 今天的视频就结束了,谢谢大家的观看和支持,欢迎大家点赞、关注。 并转发本频道。 如果你有任何问题,欢迎在下方留言,欢迎大家观看本频道的其他赚钱方法。 再见。